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组织先机》 赛事已经代入第四十个回合 接下来是一月底的赛事 星期三的晚上 一月二十六号跑九场的菊草夜马 由于跑九场 六点四十五分就会开跑 今次的赛道选用就是C加三的跑道 由于跑九场 又提提大家更改大彩池的情况 都是这一张表 但今次的大彩池的累积多宝 两份都没有 所以大家摇一头住的时候 不过现在很方便 你用的apps已经帮你预设了那些场次 大家都不会错 你比我熟 至于退出马 暂时为止就没有 亦都跟大家讲讲骑士的形势 但今次又选了哪两位 继续都是选这两位 上次我都是选这两个的 莫雷拉和蔡明啸 莫雷拉刚刚都挺醒神的 一被人罚 就当堂都赢了很多马 希望继续都好 不要每次都要被人骂到飞起 才交到 今次那九只马都凶的 莫雷拉 你看譬如艳艳元帅 赢开的又享其成 甚至他很夹当的富高八斗 都是机会马来的 声耀王者都是新生马 另一边蔡蔡明啸 他都有一些机会马 虽然就不是很牌面 但如果你让他拿得到制御 例如有红利 机缘巧合那些马 都可以争一下 所以一冷一热 看看大家合不合心 至于停赛骑士和受伤骑士 就几位的 养伤就黄浩南 停赛就三个 陈家熙 黄俊 和马雅 其实我听就听到 莫雷拉就凤六日了 这个已经既成的事实 但好像还在一路跑马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莫雷拉其实是跑了年初三才开始停赛 其实很多个骑士都是 蔡明啸 潘明辉 波剑士 毛衔东 涉恩 莫雷拉当然是 刚才所说 还有何宅耀 其实是 吞到二月九日才开始停赛 所以你见到 听就听到停赛 但经常都在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他 看起来莫雷拉斯方面 选了一个莫雷拉斯 方家派和吕建威 吕方 方女 方家派这次的阵容 我觉得有多好 报名马数目也多 部分长次都不错 吕建威就OK 第一场升北京英潘顿 接着后面那些都赢开 马晶选威 人名高高 看他跑得了多少 天空之城都一路近开 还有美场出王牌 是那只股票传奇 其实不单止 吕建威和方家派 如果再看下去 伟达的马都不错 接着再一个梯队 罗富泉 蔡若翰 叶楚行 姚本辉 我觉得这几个马房 都是不错 都是可以留意 虽然说了很多马房 但是自己都要慢慢 去逐一只 去磨一下他 事不宜遲 看马由第一场赛事看起 三万千短图 五匹马有三只大帽子的状态 三号的姓不娇 初大棉枯 六号都是 事事亨通 先看了这只男装之歌 其实他的颈好像脏爆得很短 好像很厚身 但是这一马的功夫 我就真是惊惊的 你说吃吸收什么 是另一件事 好 看看这只二号的飞凡 今早出调 就是后面那只 惯常他都是追购女的 今早加了眼罩 都感觉上 状态越跑越好 这些马 继续都抽一档 照计就好事正的 再看一只姓不娇 都临到尾 落了个面箍给他 又没什么说 很特别刺激的作用 我想是希望逗的时候 跑的时候 可以让这只马 再专注一些 然后就闪电精灵 这些今年的表现 都跟他神操都符合的 因为早上觉得他有点立落 走圈呢 只马都不活跃的 就算从重发回到香港 都是这么常观感 自省财星 说真的 其实他经常都很好看 但是现在又相加 一个星期的时间 又经常都很难赢 或者有些马 总有一档会赢 看看你觉得值不值 有莫雷拉 是的 总会等到 就好像这只 涉事亨东 其实他都没赢过的马 跑了这么多季 今早跳回 马都挺精神 走过是神气 近期的表现就差点 没有鬼畜那么好 他有两货跳 曼仲力德 神速不会是很抢眼 很起眼那类型的马 他都隔了两个几周 跳了三货 我觉得他就维持得很稳定的 好了 接着就红酒之暴 都是一只跑法 相当局限 相当单一的马 跳过都平平稳稳的 这些马我想真的不行 下班也有计的 好了 头场的赛事 就三班一千米 这一组都比较弱一点的组别 其实五号的智省财星 我近期都听到有些说法 都挺有趣的 大家见上次智省财星 还没有一千二 放到最后断 我听到有些朋友觉得 跑一千米就有机会赢了 但是为什么他这么久都赢不到 这个智省财星 所以你说刚才那个看法 我自己就不是那么同意 如果是这样 你一早跑中距离就可以了 就是跑中长度 跑千八二千 去到千四千六停 你就跑那些路程就一定了 哪有这么简单 打机就可以 跑马就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猜度得到 所以我就不是很同意这个看法 选一选二和三 因为近期这三班 对来对去都是那堆马 所以这个赛果 都应该会更容易猜度得到 你刚刚说完那些 我都立刻想起了两只马 第一只是得力宝区 他转了上千二 缩一千 他的马就跟不了了 那又追 但是只不过是前四季起 跑开千二立脚 一上千四出就快 跟在五六位 可以 所以其实马不是机器 它是一个生物 你要用脑子自己再转研一下 或者根据一下那些马性 可以想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希望都可以精简一些 二非凡三姓不骄 一号马是明显很有班的 但是那些粗练是近期 才有些脱脱漏漏 因为你看到刚才跳 都有个缺货的符号 这些马在1月4至1月11 在重发那里缺货 这个大家都要留意 其他就真是 林祥再看了